大型3D动画,《斗罗大陆》,由同名小说改编,这部超然的国产动漫终于回归了,一出场就是四位封号斗罗。 打斗画面超然,引来了魔术漫民刷屏,刚播放两个小时,腾讯视频的谈目已经超过了10万条,可见这部动漫的火爆程度。 在最新剧情中,唐浩回忆起当年武魂殿一战,唐浩带着阿银死里逃生。 第一个出现是就是鬼斗罗,不见魂环只留鬼影,唐浩也只能利用强光制造逃跑机会。 但是又一位封号斗罗来了,这次是大名鼎鼎的齐荣通天局,不仅颜值超高,出场特效也超然。 这出场的特效简直燃爆,这也证明了国曼的崛起,在国曼的道路上越走越好,让曼迷们见识了国曼的顶级水平。 之后武魂殿的千尋集也闪亮登场,这画面也是非常震撼,对阿银是在必备,一出场就对唐浩放大招。 却被唐浩的乱披风锤法击退,堂堂封号斗罗却不敌八个魂环的魂斗罗。 不知道大家对最新的两集还喜欢吗?欢迎留言互动。 斗罗大陆,国产动漫崛起之作,对得起观众几个月的等待,太爽了。 现在国曼已在慢慢地崛起,相比起曾经的动画面,现在的动漫制作令观众看得更加过瘾,而斗罗大陆原本是一本小说。 被导演改编成了一部动漫,本身观众都表示肯定一如既往的烂片,但是当这部动漫刚开播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 而在昨天斗罗大陆沉淀了几个月后,重新更新了27集,在这一集中都是在讲述堂号的回忆。 而在回忆中所有的大佬都出现了,像橘斗罗,无魂电电柱,都霸气登场,而形象和技能特效也达到了众多观众内心期待的样子。 小编也看后觉得十分的过瘾,毕竟小说中霸气的形象实在是刻画人心,但是没想到动漫居然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。 不得不说国漫真的是在努力的发展,相信在不久之后,中国动漫的仙霞大作将会接二连三的来临,而我们期待已久的九龙拉关可能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吧? 不知道你看后有没有觉得十分的兴奋呢? 斗罗大陆,唐三母亲形象首次揭示,蓝银黄血脉果然不是盖的。 斗罗大陆,如若要提到顶级武魂,浩天锤形象相信会首先浮现在漫迷们的脑海之中。 但是,其实唐三的掌控的另一个武魂蓝银黄,综合能力却是丝毫不逊色。 众所周知,初始阶段蓝银草就已经有着不凡的控制力,面对同等级对手挤无敌手。 而觉醒之后,唐三不管是外貌气质,以及所蕴含的恢复力,都是与之间判若两人。 虽说蓝银黄数量极为稀少,但是每位持有者无疑不有着超凡气度,以及精致五官。 不过斗罗第一季,对于阿银形象只是侧面描写。 一闪而过的回忆,让曼迷们只是了解到了这蔚蓝银黄的大体轮廓,模糊化的处理也让曼迷们充满遗憾。 而在第二季开播,这一遗憾就得到及时解决。 其实在原著之中,唐三原本只是路人甲的形象,之后的蜕变不仅与自身实力精进有关,更是依赖于蓝银黄的隐藏属性。 当然,在动画之中,由于玄机制作水平,从来没让曼迷们失望,13岁就有如此形象,也更为期待唐三蜕变后的形象。 而第二季开播,首先出现就是年轻唐浩,以及阿盈。 如此一对,即便现阶段的唐三、小五组合与之相比,也是要完全处于下风。 除此之外,不仅是预告之中的六亿天使千巡集,泛大陆顶尖高手局,鬼斗罗也是同时出现在曼迷们的眼前,玄。 机如此巨大的手臂,足以看出制作第二季用心程度。 而对于阿盈献祭的细节,玄机也是将对话,场景乃至心理活动,都做得填补还原。 这也让曼迷们,更能感受到唐浩当初所感受到绝望,以及为了需要退隐成铁匠的无奈。 不过如今看着唐三的成长,甚至开始慢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,唐浩也是终于有机会能够放手一搏。 当然,对于唐浩来说,失去阿盈的他,如今儿子的安全是最为重要事宜。 因此,甚至在某些场景中还有些溺爱的成分,赵无极只是第一个受害之人,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是如何看待斗罗大陆动漫第二季? 斗罗大陆,唐三母亲形象首次揭示,蓝银黄血脉果然不是盖的。 斗罗大陆如若要提到顶级五魂,浩天锤形象相信会首先浮现在曼迷们的脑海之中。 但是,其实,唐三的掌控的另一个五魂蓝银黄,综合能力却是丝毫不逊色。 众所周知,初始阶段蓝银草就已经有着不凡的控制力,面对同等级对手挤无敌手。 而觉醒之后,唐三不管是外貌气质,以及所蕴含的恢复力,都是与之间判若两人。 虽说蓝银黄数量极为稀少,但是每位持有者无一步有着超凡气度,以及精致五官。 不过斗罗第一季,对于阿银形象只是侧面描写。 一闪而过的回忆,让曼迷们只是了解到了这蔚蓝银黄的大体轮廓,模糊化的处理也让曼迷们充满遗憾。 而在第二季开播,这一遗憾就得到及时解决。 其实在原著之中,唐三原本只是路人甲的形象,之后的蜕变不仅与自身实力精进有关,更是依赖于蓝银黄的隐藏属性。 当然,在动画之中,由于玄机制作水平,从来没让曼迷们失望,13岁就有如此形象,也更为期待唐三蜕变后的形象。 而第二季开播,首先出现就是年轻唐浩,以及阿盈。 如此一对,即便现阶段的唐三、小五组合与之相比,也是要完全处于下风。 除此之外,不仅是预告之中的六亿天使千巡集,泛大陆顶尖高手局,尾斗罗也是同时出现在曼迷们的眼前,玄。 机如此巨大的手臂,足以看出制作第二季用心程度。 而对于阿盈献祭的细节,玄机也是将对话,场景乃至心理活动,都做得填补还原。 这也让曼迷们,更能感受到唐浩当初所感受到绝望,以及为了需要退隐成铁匠的无奈。 不过如今看着唐三的成长,甚至开始慢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,唐浩也是终于有机会能够放手一搏。 当然,对于唐浩来说,失去阿盈的他,如今儿子的安全是最为重要事宜。 因此,甚至在某些场景中还有些溺爱的成分,赵无极只是第一个受害之人,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是如何看待斗罗大陆动漫第二季?